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國賓身份訪問美國 獲美國總統奧巴馬當地星期二晚在白宮撤獲現款待 奧巴馬談及小時候在夏威夷長大 受到日本文化影響 他用日本的古典排句來形容兩國關係 奧巴馬又用日本清酒為美日同盟和世界和平向安倍夫婦捉酒 而在國宴舉行之前 奧巴馬在白宮和安倍晋三會談大約兩小時 雙方同意加強美日同盟關係 安倍說 奧巴馬日本和美國在民主和法治等方面都有共同價值 認為美日同盟在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上有重要意義 奧巴馬就說 同盟關係不是要挑釁中國 反而有助地區和平穩定 中國都會受惠 奧巴馬又重申美日安保條約 涵蓋中日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島 並關注南海局勢 期望能夠和中國一齊維護地區秩序 We are seeking to strengthen Military to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Even as we continue to upgrade our alliance efforts I don't want to minimize though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ome real tensions that have arisen with China around its approach to maritime issues and its claims 奧巴馬和安倍又談及由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日本至今未加入 安倍和奧巴馬不反對亞投行成立 但就希望能夠做到公正透明 安倍今次訪美行程長達8天 焦點之一是他當地星期三會道國會 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 是第一個在聯席會議上演說的日本首相 由於今年正值日本戰敗70周年 外界關注安倍會如何就歷史問題表態 而在安倍演說前夕 三藩市有華裔和韓裔團體去到日本領事館外面示威 促請安倍就戰爭罪行和慰安婦問題道歉 OVN 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